大家好 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美国升学直通车的直播现场 美国升学直通车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文美教育集团联合制作播出的北美的大型网络直播教育节目 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升学的建议 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开放评论区 无论您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也会请我们的嘉宾尽量在现场回答您的问题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感谢万博士 我们的这个直通车原来是在每个月第二个周三的下午五点 但是现在我们改时间了 改到了每个周二的这个每个月第二个周二的上午十点 那么当然这个不影响大家后续的观看 如果你想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 那么请改在这个时间 那么同时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文美集团 它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全美有12家的办公室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文美同时也提供美高学院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 那么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的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的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印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美快问快答环节 今天我们评论区有网友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先请万博士来给我们稍微回答一下 他是想请万博士从大学招生官的角度出发 能不能比较一下上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的一些优缺点 好的 这个我强烈建议这个家长赶紧去翻 是上周还是上上周 好像刚做了这一期节目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 我简短的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私立学校不是说从招生官的眼里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这两类高中的类型 那么一般来说私立学校 我之前上次节目我讲了一点 就是说私立学校在给奖方面特别慷慨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对比公立学校是有影响的 包括刚才那个新闻说 这个咱们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这个入学人数又下降了 当然有疫苗的因素 有疫情的因素 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私立学校更好 考大学更有关系呢 当然我没有一个绝对的统计数据 说私立学校就比公立学校的录取率要高 这个统计数据我是没有的 但是我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个人感触是 在私立学校再给孩子赋能这方面的话 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我刚才就讲了 是这个给奖方面是有荣誉很多 那我私立学校的一个学生是吧 GPA由3.5变成3.8 就给了一个什么进步的奖状 那这就算你的一个学术荣誉 然后又从这个3.8以上可能就会发什么 就变成了这个叫Dean's List Principal List 或者叫Honor Student 就是荣誉学生了 所以说私校给的慷慨 但是公立学校的话呢 有一些公立学校学区比较好的会给 但是要看学校 有些学校4.2 4.3 什么荣誉都没有 什么荣誉都没有 所以在我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 那经常会就是说公立学校的孩子会更累 为什么更累 因为他在学校拿到的资源很有限 那为了去这个拿这个荣誉 那么怎么办呢 只能是自己去额外的去参加竞赛啊 科研呢 去额外的花时间 学校给的东西比较少 当然私立学校给的也不够 但是既然您的问题是私校和公校的对比 那我觉得资源方面 还有一点 我觉得大学申请表里特别会问 你是不是一个boarding school 是不是一个技术制学校 公立的技术学校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 那私立的技术学校 技术学校一般都是私校 所以在这些方面 对于你的这个 这个个人的独立的生活能力 那他既然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 我想他是关注着你的个人的独立的生存能力的一个体现 是吧 这也是私立学校 所以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在教学方面 教学方面的话呢 我对比公校私校 我的学生都有 我对比他们的学习进度 大部分情况下 私立学校的学习进度 会比公立学校的进度快一年 快一年 那么他们在选择教材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灵活多样 灵活多样 深度这方面 所以我觉得私立学校 毕竟比这个公校多花了两三万美金的学费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但是那至于这两三万美金值不值 那就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您自己分析了 嗯 没错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个万博士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些 他的经验 但是最终可能还是要看家长和同学们自己的选择 好 然后我们来问之前的网友的问题 说有一网友说是 他们我不知道他是哪一期看的我们的节目 他说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然后说他们家孩子还小 那么刚上十年级 所以他想请问一下万博士 这个升学规划都有哪些注重的方面 您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更合适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这位观众 那么有哪些注意的方面 其实刚才 刚刚咱们这期节目讲的 社会责任感就是其中的一方面 而这个社会责任感是需要更花更长的时间去预备 去准备的 是更小的年龄就准备的 那么除了社会责任感 责任嘛 责任他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 责任变成了一种 你要去努力去改变 这才叫责任吧 你觉得这是你的事 我要去做 是吧 那最后变成了 变成了leader 是吧 这是leader的一种气质 所以你要先去参与社会活动 然后让他有了责任感 有了责任感 他去行动 然后就变成了社会 就变成了领导力 那这个领导力就变成一个大学具体考核的一个指标了 它是这么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所以这是一条线 那除了这条线之外 当然了 学习成绩是敲门砖 你会分析去到这些名牌大学的这些人 学习成绩还是第一位的 那么只不过在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在美国和中国最大区别就是美国的成绩是有天花板的 所谓的天花板 就是无论是你的在校成绩 你的AP课程 你的SAT 你的各种竞赛 他都是可以到达满分的啊 那你很少在国内你说哪个人是有高考状元这么一说 但是你说谁高考试题考满分啊 好像没有 是不是 没有满分 是吧 所以那这个就是区别 他既然是有天花板的 那么就是所有就是说你还是要到达那个天花板 然后这些个社会责任感啊 这些东西啊会会会也会起到了辅助和帮助的作用啊 所以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方面啊 就是一个是学习成绩是不能放松了 有些家长说啊那这个我们家学习成绩来不及了啊是吧 或者怎么样了 我赶紧让他搞个体育运动吧 那更来不及了 是不是 而且呢 效果也不一定好 所以成绩还是敲门砖 在我看来 在成绩的基础之上 但是真正比拼的又不是成绩 又因为他有天花板啊 那所有人都是已经到最高境界了 那么比的又是你这些软实力啊 所以是更花时间去弄啊 更花时间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全面的那样啊 呃一个东西 那就刚刚才我说的 你从社会责任感延伸到行动 然后延伸到一个具体的因素 那这个因素叫领导力啊 那还有创造力啊 是吧 你的音乐艺术 是吧 你是不是一个 呃呃这个 呃这个 社会情感丰富的人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一个 呃对这个未来有明确方向 呃 想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的人 啊 是吧 你是不是呃 想呃 为自己 或者为家人 或者为其他人 呃 想改变一点什么事情的这种人 啊 他都会呃 进行考察 嗯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啊 刚才这位网友呃呃呃 刚才追问了一句哈 他说呃会不会招生官对私立高中的高中生的潜意识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您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吗 呃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会会有什么潜意识 因为你这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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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假假设性的问题是什么 他自认为私立学校就一定比公立学校好 嗯嗯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假设哈 这个不一定的哈 这个不一定的哈 这个美国在这个公校和私校上呃没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啊 对功效也有好的私校也有好的是吧 没错 确实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啊当时这个我住在K点这边哈我当时还问过万博士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私立学校 万博士跟我讲你们那边公校太好了所以没有私校开在你们学区 所以就说这个确实啊就是有好的功效出来的一样是被这个赵生官青来的哈 应该是这样讲 好来问啊万博士下一个问题就是呃我们其实关于SAT这个部分哈 其实是呃说过的单独也说过呃应该有两三集的节目了哈 那么这位网友还是问哈他说因为SAT不考的话有什么考试还是能够提高孩子的申请的成功率吗 对首先纠正一下SAT从来没有不考啊 SAT一直考所以这也是咱们这个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一直在呼吁的哈 呃最近呢因为2021年的呃大学申请表都已经出来了里面都是要看的啊 所以有新闻里说不要SAT的都是假象啊其实都可以看 只不过他对这个分数的评估的尺度和标准啊是不太一样啊 所以这个考我还是建议考但是回答还是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呃呃除了SAT还有哪些呃是衡量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呃这个要看你申请学校的级别 我经常这么举例子我说要看你申请的这个学校是什么级别的 那我把它定位成本地级别和国家级别嗯甚至叫世界级别嗯啊这三个级别那我开完这样开完笑讲就是说 你如果想申请本地级别的你自己在你学校里搞好就可以了嗯你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搞好就行了 你如果申请的是国家级的那你就申请一些国家级的一些相对能够让你横向对比你和其他这个国家啊申请的人你能够让招生官看到你比其他人厉害的东西嗯你如果没有那我觉得你的展示的方面就不全面嗯嗯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是吧那么如果你申请的是国际级的那就更牛的呀 是不是更牛的更厉害的一些学校那你想办法能不能弄点国际级的横向对比的东西啊来那我觉得至少是在国家级的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你要有那么这个有那可以是方方面面的可以是我义工我可以是做国家级的是吧那我可以是这个竞赛是做国家级的嗯那包括这个ICT它其实也是国家级的啊是吧所以这些的嗯你就是要分清楚 你如果评估自己哎呀老师我发现我所有的荣誉我所有的奖项全都是在我们学校里边那你觉得我有竞争力吗那我觉得你就不具备竞争力啊因为美国从来没有说某一个学校我给某一个地区有一个具体的招生指标给加州哈佛在加州在纽约州要招500人有这样的指标吗没有啊没有啊 所以你不能只和你自己的这个小圈子比更甭说他连加州纽约州都没有比他怎么可能说给你们学校20个名额呢更没有是不是所以你不能仅仅是在你自己的小圈子里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讲的比较宏观了但是家长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弄啊好谢谢谢谢万博士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像这种规划应该是这个因每一个孩子不同而有所调整和改变的 呃来问一下这个万博士啊还有一位呃网友说他说如果目标是纽约大学哈孩子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现在纽约大学是不是也算是呃这个我们华人家长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学校 当然纽约世界第一大都市嘛所以他的知名度最大是吧那么甚至呃在很多家长的心里他超过了普林斯顿超过了哥伦比亚这种学校啊没听过但是纽约大学绝对听过因为有纽约市对是不是 所以纽约大学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一直都很大啊一直都很大但是纽约大学相对来说他的招生指标招生人数也要比这些藤校要慷慨的多啊每年大概招一万多人啊每年大概招一万多人啊当然我说的是招生人数不是入学人数啊那么呃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呢纽约大学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但是这个纽约大学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招生是非常的不均衡啊我竞争非常的不均衡所谓的不均衡就是纽约大学在哪里在华尔街嘛所以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商科方面的竞争的激烈程度电影时尚这些方面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大于他的一些理工类的一些个文科类的一些项目啊 这个的话呢就是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样大概来说我觉得呃当然这个还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哈这就是相互呼应的你我可能也只能跟你讲讲分数了对 因为其他的东西没有标准对那只能说是在万博士这里啊在万博士这里如果我来帮你做的话那我觉得纽约大学你ICT至少要1400分以上吧嗯啊 我觉得1400分是呃这是是是可以做到的我每年的学生基本上1420430进到纽约大学的一些专业是可以录到的当然GPA的话呢怎么也得在3.8以上吧啊是吧3.8以上那这个标准呢呃其实是略低于呃这个UCLA Berkeley呃这种 级别的呃学校的哈那么呃呃但是呢呃他相对来说又不均衡啊所以这个要看我说的这个是一个呃不是绝对不是商学院的标准如果你想申请他的商学院那他的分数可能呃是唐校的标准了啊嗯唐校的标准啊尤其是本科本科商学院招生人数很少啊就这么两三百人啊非常少啊了解了 所以这个如果要万博士讲一个标准我觉得他很难讲出来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的条件还有就像刚才万博士竞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也要因此而异就是孩子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条件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直接来咨询万博士哈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奖学金的哈就是说啊想请万博士呃说一下有没有什么学校是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有没有什么推荐 当然很多但是全额奖学金我想应该是呃连着助学金一起讲比较合适哈大部分人是助学金奖学金一起拿凑够那么呃这个就看你是进了什么样的学校如果进到私校去呃进进到我先讲公校吧公校相对比较简单哈因为公校如果你在本周上的话学费很便宜啊基本上呃一两万美金就搞定啊一两万美金 美金搞定的话如果你在纽约州德州加州这种比较富裕的州那么州的给的钱比较慷慨啊所以再加上联邦的六千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全额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啊基本上是全额甚至还给你发点生活费啊都是有可能但是私校的话呢可能就比较难因为私校的学费比较贵啊私校的学费呃小则四五万五六万贵则七八万 都有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据我所知最刚才我讲的这三个州是助学金给最多也就两万五了啊那么巨大的这个差距七八万的学费呢大部分需要奖学金来扛那奖学金来扛的话呢那就不一定是看家庭收入啊就要看你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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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成绩的优异程度和你专业各方面的竞争程度所以没有一个学校是推荐你一定能给全奖 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校都可以给你全奖对啊这是所有学校都可以达到那要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情况你的优秀程度所有学校都给全奖没有一个学校说我只给半奖不给全奖嗯啊他是可以他都是根据你的呃情况来定的哈所以这个就跟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了解了所以就说每个学校都有全奖所以就看孩子们能不能拿到了哈 好那么呃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请万博士简单的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呃有啊我很关心你们在哪里办公然后因为我们也说嘛你们全面有12家的办公室为大家服务嘛那么呃另外就是如何来报名规划课程 好的谢谢主持人对文美集团呢在北美主要的华人城市都有我们的办公室服务华人哈那这一直也是我们的理念那么我们的呃客人呢也是百分之百的这种华人那么只不过有的是 是来的比较早的有的是这个刚刚过来没几年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是讲汉语讲普通话的啊那这是服务这些华人家庭期待着作为一代移民那么我们现在服务的都基本上是一代移民了很少很少还没有遇到几个二代移民啊那么一代移民的话呢就是呃随着父母移民来美国的那么呃这个是占到了我们服务的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啊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啊 那么我们期待着帮助呃这些华人子女在一代移民刚刚来美国能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在美国扎下根能够轻松的在美国生活啊这是我们的理念啊 那么我们的办公地点的话呢在主要的华人城市都有但是目前还基本上处于关闭的状态那有人说哎为什么处于关闭的状态啊那这个现在不都开放了你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呀是吧那么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公司是导师制啊我们很多呃学生九到十二月份现在正在升学纪了对于升学纪来说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谓的导师制就是我们总顾问带孩子可能一下带了三四年甚至四五年啊甚至四五年从七八年级就开始带他们一路带过来现在最关键的三个月要进入这个申请阶段所以我们原则上即便没有疫情我们也是清伤不下火线不能生病不能请假的啊因为啊当然了你说万博士你可以被替换呢你可以被替换吗是吧那这个当然可以但是毕竟我带了孩子两三年 三四年了我对孩子非常了解如何就跟刚才我刚才讲我带着那个孩子过斯坦福大学的问题是一样的道理哈那么呃我对孩子最了解如何用什么样的素材来弄我最清楚所以那我肯定是最好的效果所以我目前还非常保守啊我们先把九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个申请计过去啊我们再开放那么我们在纽约的Downtown曼哈顿在旧金山的Downtown在 而且洛杉短最多因为我们总部在洛杉矶嘛那么 呃我们南加州有五家啊 呃办公室啊像在帕萨丁纳 dl呐呃 呃埋呃还有这个 Quindiurwan哦是吧这些主要的城市我们都有嗯 所以呢 White Free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这个直接来联系万博士哈具体的一些规划呀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服务的 地点哈都可以其实等以后会通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二维码来来了解哈那么最后来跟大家再说介绍一下 文美他们是美国很著名的华人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全美是有12家的办公室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同时呢 文美也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还有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官方认证的机构 UC加大的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美国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呢 您想直接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 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或者是给文美打电话 188878909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是的 有任何的问题啊 请直接联系万博士 或者是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的美国升学直通车 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的 每期时间上午10点 会和大家见面 我们下周 再见